未处乌俄战争最前线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临近地区 持续遭受攻击引发核灾疑虑 欧洲核子安全专家与乌国能源当局 都在7日提出警告 除了频频炮击构成严重安全威胁之外 如果厂区发电机用的柴油耗尽 也将大大提升发生核外泄的风险 情势可能会类似于日本福岛核灾 国际原子人总署日前公布报告指出 扎波罗热核电厂情势难以维持营运 呼吁各方机块建立核子安全防护区后 乌国当局也随即呼吁西方政府以及国际组织 协助扎波罗热核电厂非军事化 随着欧洲能源危机恶化 向来对乌俄战争保持中立态度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突然指控欧洲国家正在自食恶果 因为欧洲对恶经济制裁 才会引来天然气断供的报复 而这样的回应与俄国当局的说法如出一彻 不过外界专家分析表示 土耳双方以协议改以卢布支付 俄国输网土耳其的天然气 而俄国也在协议中承诺 透过黑海管线提升对土国的能源供应 因此爱尔段会这么大力支持俄国立场 可能也是为了确保土耳其有足够能源供应 度过冬季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